没有条纹 对,不能没有条纹 我是独特的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小老虎努拉已经很擅长捉青蛙和帮妈妈打猎了 努拉是七只小老虎中最小的 它是个天生的淘气鬼 喜欢恶作剧 还喜欢玩抓尾巴游戏 我要抓你的尾巴了 你快来追我 抓我的尾巴呀 这些小老虎一整天都在乐此不疲地抓彼此的尾巴 恶作剧小专家努拉还很爱早起 它一大早就起来 走到还在睡觉到小老虎身边 要么挨个使劲拉它们的耳朵 要么就把它们的耳朵卷起来 爬到它们身上 顽皮地用小爪子拍拍它们的脸 它的最后一招就是抓它们的尾巴 快起床 你们这些懒虫 我们一起玩吧 起来呀 睁开眼睛 这个淘气鬼终于把它的同伴们都叫起来了 它们一整天都在虎妈妈 他傻的看护下 追逐 蹦跳 和欢闹 虎妈妈 他傻 高贵 又聪明 它喜欢看它的小老虎们 互相打闹 虎妈妈认为 这会增强它们的捕猎本领 他还觉得努拉将会成为一个捕猎能手 努拉活泼 激紧 敏捷 擅长跳到任何移动的物体上 上一次 他几乎用一只爪子 就抓到了一只猴子 可是 有件事很令人担忧 努拉生下来就跟别的小老虎不太一样 他没有条纹 这很少见 对于一只老虎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塔莎很担忧 但他同样很坚决 塔莎自言自语 我需要想出一个解决办法 一定能想出来的 老虎家族打猎的时间到了 小家伙们 Joy Joy Elita Dia Lano Tala 和Nui 快跟着我 塔莎的命令明确又简单 二话不说 七只顽皮的小老虎立刻走到妈妈身边 塔莎让他们躲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树丛后面 嘿 我希望今天妈妈能找到美味的午餐 努拉说着看向塔莎 塔莎正在耐心的等待着公鸡的最佳时机 嗯 妈妈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六七 她当然会找到了 塔莎说的 小家伙们藏在灌木丛后面 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注视着妈妈 随时准备行动 在距离他们大约十五米的地方 塔莎安静地蹲坐在一片灌木丛后面 一动不动 她的黑白褐色的条纹 跟这里的叶子树枝配合得非常好 这些条纹对她的埋伏有很大帮助 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不远处一只正在吃草的小鹿 当这只小鹿准备走向前去吃嫩叶的时候 塔莎突然扑向她 努拉和其他小老虎也勇敢地冲出去给妈妈帮忙 在小老虎们能够完全独立捕猎之前 虎妈妈都会把自己的捕猎物分给他们 傍晚 塔莎看着努拉和其他小老虎高兴地玩耍 好了孩子们 一会儿你们要陪着努拉做追捕练习 明天是她开始独立捕猎的日子 塔莎命令道 努拉听到之后很开心 她一直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捕猎能手 晚上塔莎正在站岗 她将布满条纹的腿蜷缩到身体下 努拉能够准确地扑向猎物 但是她身上没有条纹 这对埋伏很不利 我们的猎物非常激进 一定会发现她的 我怎么才能让她有条纹呢 塔莎整夜都在想这个问题 努拉在黎明之前就醒了 她非常兴奋 今天可是我独立捕猎的日子 一个小时之后 她蹲覆在一片灌木丛中 远处一个斑点小鹿正在吃草 她离得太远了 我跳不到那么远 努拉这么想着 决定继续等 努拉的目光集中在这只小鹿身上 一只蜜蜂在周围嗡嗡叫 然后朝一朵花飞去 这分散了努拉的注意力 她的眼睛和头只稍微动了一下 小鹿立刻将耳朵竖了起来 她一边激紧地向周围看去 一边舔着她的鼻子 她开始朝这边灌木丛走来 还不停地舔着鼻子 这只小鹿非常激紧 来看看周围 她发现这片绿色的灌木丛中 有一只奇怪的棕毛棕色毛皮的动物 这只小鹿惊恐地叫起来 并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了 努拉从灌木丛中跳出来去追她 但还是有一点晚了 这只小鹿飞一般地跑开了 很快 非常快 哦妈妈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隐藏了 努拉叹着气说道 可是我的身上没有条纹 我还能很好地隐藏起来吗 我还能成为一个捕猎能手吗 她悲伤地叹息 非常伤心 孩子 你身上没有条纹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但所有的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 我们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塔莎说 第二天 塔莎带着她的小老虎们来到一个黑水坑边 她让每只小老虎都把爪子在黑水里浸湿 然后在努拉的身上画出条纹 很快 努拉身上有条纹了 从此 在每次捕猎之前 塔莎全家都会来到这个水坑边玩耍 并给努拉画条纹 努拉终于有了深浅不一的黑色条纹 这跟她之前捕猎时所埋伏的那片灌木的叶子和树枝太像了 努拉再也不会轻易被猎物发现了 有一天 她成功捕到一只鹿一只兔子 另一天 她又捕到一只鹿 这一次 她要隐藏起来 去抓一只大猫 加油 我的小宝贝 你知道世界上每一只老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条纹吗 这是它们区分彼此最简单的方式 这些条纹帮助老虎隐藏在自然环境中 因此它们能够偷袭猎物 小老虎们在大约两岁的时候离开它们的妈妈 老虎啊 还是游泳健将 它们一只可以游六千米远呢 好厉害的老虎 但是它们两岁它们还是小孩子 是的 它们还是小孩子 它们两岁它们还不能自己 它们还陪到九岁还能吧 还陪到九岁 它们老虎的寿命没有像人类这么长哦 所以两岁对于它们来说已经是算大了 所以它们要离开妈妈自己去捕猎自己生活了 所以妈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